南朝县农林渔木叶普查处3月2日成立 副县长陈真神及县远征正岩戴英雪一起为普查处揭牌 此次普查工作将自5月1日起至6月34日子 全台同步进行 欲请献民全力支持并配合访茶 5年一次的农林渔木叶普查工作 即将开始从5月1号到6月30号开始 这次普查对南朝县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农林渔木叶比较南朝县算是比较大宗的一个行业 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民众都能支持这项普查工作 县远征正岩表示 普查工作将自5月1日起至6月34日子 也在此呼吁普查人员要多加注意安全 另外资料方面也要做得正确 对于我们这个行列 5月7日6月底 2个月的浪费的普查 在这里要让我们做普查人员 第一要注意安全 再来就希望我们所有的普查人员 我们做资料 做正确 和我们的乡亲 要跟特别说一说 这到岁金无关系 先云南英雪表示 透过普查对于本县农产业分布 耕作面积等都能够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对于未来施政方针调整方向也有帮助 县政府几乎都会做我们农林渔木的一个普查 我想透过普查更了解我们南投在地农产业的分布 包括耕作的一个面积 未来也能够做我们施政方针的一个调整方向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今天是透过这个记者会 也跟我们所有的乡亲告知 所以燕雪相当的支持 我也感谢我们乡亲未来能够全力的配合 让这一项普查能够落实 农林渔木业普查每五年半的一次 县府也表示 调查结果将会作为政府产业政策制定规划 及资源分配参考之用 也希望受调查的榆林木业者都能够确实配合 提供正确资料受访 接着群文俊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